他躺在地上,闭上眼睛 心中梦想着 接下来升官发财的美好日子 可以迎接他的 却是一把冰冷的斧头 大家好,今天是期观观察室 我是童风 巫师可不只是游戏中的职业 现实中也有 即使是在科技发达的金铁 巫师这一职业 仍然在马来西亚存在 记得在2014年马航失踪时 就以马来西亚著名的巫师 做法来寻找飞机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 巫师在大马的影响力 有多么的大 要说巫师是干什么的 比较官方的说法是 听人通灵,占卜,祈福 简单的来说 就是类似于巴拉拉小摩仙 拥有脱离科学 改变现实的手段 在大马 有许多政客企业家等等 都想借助这超自然的手段 妄图能够平步青云 关于运很痛 在28年前 就有一位马来西亚政客 因巫术而一命呜呼 而凶手在临终前说了一句 我永远不会死 至今都让人毛骨悚然 那么当年究竟发现了什么 下面我们就先穿越过1993年 带大家重新梳理一下案件的细节 马来西亚简成大马 地处东南亚地区 全国分为13个州 和3个联邦直辖区 其中的彭坑州 位于马来西亚半岛的东部 州内三分之二的土地 都属于森林区 自然森林资源非常丰富 农业发展相当好 马兹兰伊德里斯 是地道的马来西亚人 早年在美国接受教育 后来回到了母国 想一展心中抱负 他确实很成功 不仅赚了大把的钱 还踏入了政治权 并当上了彭坑州的议员 除了财力和权力 他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 拿督是马来西亚的一种荣誉称号 主要是赐封给 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人 马兹兰混得是风生水起 前途一片光明 在很多人的心里 马兹兰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却突然之间离奇失踪了 1993年7月10日 马兹兰连续缺席了 好几次政客活动 这可不像他的一贯作风 平时的他 巴不得多参加几场这样的活动 马兹兰的同事们赶紧报了警 马来西亚警方得知 失踪的是马兹兰非常重视 除此之外 马兹兰的家人 也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马兹兰是在1993年7月20日离开家的 之后就彻底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而在前一天 马兹兰分别从吉隆坡的解家银行 共取了30万令吉的现金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警方认为 马兹兰为人和善 平时来往的都是一些政客和商界人士 从不和人节约 在女人方面也没有犯什么错误 失踪的前一天 又取出了30万令吉的巨款 他八成是被人绑架了 话说这次马来西亚警方的效率还不错 在梳里离圈马兹兹身边的人际关系之后 很快就找到了嫌疑人 更确切地说 是一对嫌疑人夫妇 莫娜·范迪和莫哈莫·阿凡迪 因为最近 这对夫妇和马兹兰来往甚为亲密 马来西亚警方找到了莫娜和阿凡迪的住所 位于彭坑中劳屋的一个农村 位置比较偏僻 警方一走进房子 立马被充斥着血腥味的空气给恶心到了 走近仔细一看 就看到了大量的蚊虫 苍蝇 还有一些瓶瓶罐罐 装的是各种奇怪的东西 比如人类的毛发什么的 以及各种符咒 和许多只会在巫术和祭祀中才会看到的亲民 房子的几面墙上 都是莫娜的巨大销商画 不管怎么看 这所房子都不像是人住的 警方在房子里面找了一圈 只是找到了一名昏睡的男子 看上去迷迷糊糊的 警方询问后才知晓 他名叫朱雷米 是莫娜和阿凡迪的助手 可房内到底发现了什么 那是一问三不知 警方走访了附近的邻居 邻居们表示 莫娜和阿凡迪这对夫妇 是后来才搬过来的 非常神秘 神龙见首不见尾 跟我们当地人几乎不来往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屋内干什么 最近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现在看来 按理来说前逃的人应该是低调潜伏下来 可是这对夫妇 非但是没有低调逃走 反而是在吉隆坡大肆消费 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们成了爆发户 莫娜买了一辆新款的奔驰车 然后在吉隆坡各大商场大肆购物 大量的名牌包包 衣服 珠宝首饰 还去美容院做了微整形和蜡皮手术 这一顿挥霍下来 想不被人发现都难 警方自然很快就锁定了他们的位置 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莫娜·范迪是地道的马来西亚人 1956年1月1日出生于玻璃市 她的本名叫马兹娜·伊斯梅尔 从小就酷爱唱歌跳舞 她的梦想就是成为马来西亚的歌星 家人也将她朝这个方向培养 她的演艺事业刚开始发展得还算不错 出过单曲演过电影 可惜也就止步于此了 为了挽回停滞不行的视野 又或是想改变一下气影 她便取了一个意名 莫娜·范迪 可是这个操作并没有什么用 后来她就结识了 莫哈·莫·阿凡迪 阿凡迪可不是什么正经人 她的主业就是从事一些片前的巫术活动 阿凡迪非常支持莫娜的事业 虽然莫娜的事业 已经是一潭死水 但不死心的她们 自己出钱 出了一张名为戴安娜的专辑 可这张专辑 依旧没有见起任何水花 意识到前途渺茫的莫娜 只能放弃演艺事业 跟着丈夫从事巫术活动 这个职业在当地被称为薄墨 也就是人们口中的无依 刚开始 莫娜和丈夫也就是小打小闹 对接的也是一些小刻苦 赚的钱也不多 后来机缘巧合下 接触了几位大人物 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 神秘的巫术祈福之后 这对夫妻在政界大放一彩 一时间名声在外 自此之后 他们的业务不断 赚的是盆满钵满 靠着神秘的巫术 买了好几套豪宅 因为生意繁忙 就招了一个助理 朱丽米 也有传言说 这个朱丽米 实际上是他们收缘的儿子 1930年初 本案中失踪的马兹兰 主动借助了莫娜 因为她想当首席部长 希望能够借助莫娜和阿凡迪的 超资样力量 没错 曾经在美国留过学 受过高等教育的马兹兰 竟然对巫术深信不疑 这送上门的韭菜 莫娜当然就欣然笑纳了 在了解到马兹兰家产丰厚之后 更是狮字大张口 说帮你不是不可以 但你这个难度系数 堪称9.0 按照我们的收费标准 需要250万令起 莫娜接着说 我们为你准备了三件宝物 第一件是一个法杖 第二件是一个符咒 这两件法宝会加持你的器皿 防止小人加害你 第三件可就厉害了 它大有来头 是一顶印尼前总统用过的帽子 用了这三件宝物 你当上首席部长 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马兹兰一听 那是心花怒放了 虽说250万令吉 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但为了前途 他依然决定 这笔钱必须得换 马兹兰无法短时间内 抽取这么多的现金 所以就先支付了50万令吉的首付款 这其中 就是他7月2日 在各大银行取的30万令吉 剩下的200万令吉 马兹兰准备找人筹借 他还交给了莫娜 十份土地产权证作为担保 在收到首付款之后 莫娜和丈夫决定 给马兹兰做一场神秘的仪式 让他接受上县的极锐之旗 马兹兰根据莫娜提供的地址 来到了他们专门做 无数活动的房子 也就是前面 警方找到那处偏偏的场所 而马兹兰自进入房子之后 就再也没有活着做出来了 根据莫娜助手朱雷米的交代 马兹兰进入房子之后 虔诚地听从莫娜的安排 闭上眼睛躺在地上 准备接受来自上天的气韵 可他没想到的是 他等来的是一把冰冷的斧头 朱雷米带着警方 找到了埋遗体的地方 可是遗体并不健全 据说是进行了某种神秘的仪式 给丢了 一直令人想不通的是 莫娜夫妇背负人命 又拼了一大笔钱 不跑路就算了 第二天就急不可耐地 赶到了吉隆坡 疯狂地消费 只留下了他们的助手朱雷米 在家里面收拾残局 这个送人头的操作 成功将他们送进了监狱 目前警方已经找到了充足的线索 这名莫娜夫妇和他的助手就是凶手 面对了这样的指控 三个没有一点悔过之行 甚至还有一番诡辩 他们认为 这一切都是马兹兰的错 因为在举行这种神秘的仪式之前 需要马兹兰遵守一系列的禁忌 比如要沐浴更衣 禁欲 不能吃辛辣等等 不然一事就会失效 可是有些禁忌 马兹兰并没有遵守 所以才在仪式中做到了反噬 他的死是受到了黑暗力量的惩罚 根本就不是人为的 这套说辞 说的那是有模有样 可马来西亚警方不是傻子 而且警方在调查莫娜夫妇期间 还发现了另外一个惊人的事实 在莫娜房子附近 有其他受害人的遗骸 虽然无法确定身份 但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都是倒在莫娜的无数之下 这下案件升级了 马来西亚媒体对这起事件 进行了广泛报道 莫娜 阿凡迪 朱雷米 三位嫌疑人都将面临死刑的控诉 将由淡马鲁最高法庭审理 话说莫娜也算是奇葩中的奇葩了 她被捕之后 似乎一点都不担心 经常是谈笑风声 审判期间 经常看到她穿着艳丽 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 而且还是面带灿烂的笑容 充满着自信 甚至还想和围观她的人打招呼 莫娜好像非常享受这种场合 喜欢聚光灯下的自己 即使她不再是以前的歌星 即使已经是身处老狱当中 可她不在乎 可能是她太想当明星 想通过这种方式引起大家的关注 当然她也确实吸引了媒体的眼球 由于案件性质恶劣 又牵涉众多的政治人物 再加上莫娜曾经是一名歌手 有众多的血涂加深 马来西亚媒体疯狂的报道 这个会巫术的女人 以及她脸上的灿烂笑容 莫娜也愣得享受被采访 每当有媒体拍照 她会故意摆好姿势 且不断的微笑示意 她还曾经对采访的人说 看起来我有很多粉丝嘛 后来她还说 自己是出自皇家 有皇家的血统 当时还真有人信你为真 不过这个谎言很快就会识破了 只不过是她博取眼球的手段罢了 莫娜内心深处 到底是怎么想的 没有人知道 但她的微笑 着实让马来西亚警方十分不安 因为在当地流传着 莫娜夫妇会巫术 如果惹恼了他们 是会被化符咒诅咒的 虽然警方起初并不相信 但当地传的是神户弃神 久而久之 警方的内心还是有些担心 经过65天的审理 但马鲁高端法院 传唤了76名证人 由7人组成的陪审团 最终一致认定 莫娜 阿凡迪 柱雷米 谋杀罪名成立 判处绞刑 对于这个判决结果 三人表示不服 多次向联邦法院提起了上诉 1999年 法院驳回了他们所有的上诉 维持原判 不死刑的他们 又寻求彭亨正的 赦免五元会赦免 可对于如此最大恶习的三人 赦免五元会也拒绝了赦免他们 就这样 三人用尽了所有办法 迎接他们的 也只有走上绞刑架这一条路了 可就在他们被关在监狱期间 民间又流传出了一些传言 附近那些居民说 多次看到莫娜和阿凡迪 在餐厅里面吃饭 还有人说 看到他们在夜店里面跳舞 后来这些留言是越传越离谱 说莫娜他们可以用巫术 轻易地逃出简语 甚至还会隐身术 实际上在当时的马来西亚 相信此类巫术的人并不少 留言传得多了 预警也很慌 24小时不敢放松警惕 2001年11月2日 这一天终于来了 莫娜 阿凡迪和朱雷米 在使用了最后一顿 丰富的肯德基之后 走上了绞刑架 正式结束了 马来西亚历史上 最扣人心弦的谋杀案 案件虽已结束 但其影响力却久久不散 因为莫娜在临终前 说了一句 这个我不会读 意思就是 我永远不会死 并且还保持着冷静和微笑 说的那是真真切切 在场的人听闻之后 都是脊背发凉了 甚至谎 据说刑情的警察 后来经常做噩梦 总是被她的笑容所惊醒 即使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多年 坊间依旧流传着 莫娜并没有死的说法 许多人声称 晚上在莫娜家附近 或者她曾经住过的监狱里面 见过莫娜 还有人说 莫娜依靠强大的精神力 依旧存活着 她的脸洞废弃豪宅 虽然已经破旧不堪 但是没有人敢靠近 传说里面藏着毛骨悚然的东西 有关鬼怪精灵 又或是无数魔法的传言 在世界各地都有所流传 但是熟真熟假 我想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看法 由于莫娜的案件 在马来西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后来制片人阿米尔·穆罕默德 拍摄了一部电影《巫医》 据说就是以莫娜为原型拍摄的 该片本来是要在2006年放映的 但后来不知何故 放映受到了阻挠 或许是该影片涉及到了敏感内容 也有人说 该电影中有涉及到巫术的内容 而当时的马来西亚 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赌系巫术的 电影中讲到巫术取人性命 这会彻底动摇巫术的基础 所以才不敢公之于众 直到12年之后 2018年2月 影片意外的泄露了出来 马来西亚政府也是一路绿灯 2018年4月5日 巫医在电影院正式上映 有兴趣的小伙伴 自己去看吧 我听说直到如今 马来西亚还是有不少人姓巫医的 也有着很多巫医从业者 我不知道此事真假 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补充一尔 为我们科普科普 其实无论是巫医 还是巴拉拉小摩西 只要是确认向善 都值得尊重 但总有人钻空子 钻漏洞 利用他人的信仰 本案中的莫娜不过是个 贪慕虚荣的普通人罢了 哪有什么一步登天 一切都是后起播发 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 好了以上就是马来西亚巫医案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下一次更新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